竟然要我把背景都换掉 10块让我把背景换成粉色系列 还15分钟就要 吓得我赶快开始 直接打开我的Stable Diffusion 来到图声图 我选择一个介于二次元和写实之间的模型 很多人问我这些模型哪里下载 后面会讲到 然后我打开一键抠图插件 Segment Anything 停!太难听老生气了 我上传原图 然后我在这里输入PiPo 代表要他把人给我抠出来 再点击Preview开始抠图 只需要等上几秒 我们看看抠的怎么样 这里给出了三种选择 第一个图的萌版和人都抠得很完美 所以这里选0 就代表我只要第一个抠图 然后这个打勾 再点这个会直接发送到局部重绘 然后就是Ctrl 9的常识了 我这里加速啦 预处理器和模型都选择Impact就行 这里选重绘非萌版内容 因为我们要画背景 然后把负面关键词的起手式选上 直接在正面关键词打上粉色的卧室 可爱 再把权重调高到1.3 版面关键词里面我再增加头饰和帽子 这里不需要再传原图了 深层批次设置为6 一次深层6张图 直接点深层 开始抽卡 这个模型深层的背景还挺适合这个画风的 有两张图头部还是出现的东西 OK 搞定了 看一下都换得怎么样 第一张看起来就很完美 后面几张都还不错 不得不说这个插件抠图和萌版很强大 等会就拿第一张去交货 一直有粉丝问我模型在哪里下 今天就告诉大家我的模型是哪里下载的 这些模型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很多人因为登不上C站 没有办法下自己喜欢的模型还有任门模型 我目前在用LableBei这个模型网站 这里面整合了各种模型的分类 不用魔法 可以直接免费下载 自己喜欢的模型 网速也不受限制 想怎么下就怎么下 只需要在我们常用的搜索引擎里面 搜索LableBei 第一个就是官网啦 这里面甚至把模型风格 分类都整理好了 涵盖了真人 还有二次元 写实风格 室内设计 风景画风 总之应有尽有 不大部分模型都是在这里下载的 甚至还有图片灵感界面 各种AI创作大佬把作品关键词分享到这里 我们可以在这里寻找灵感 看到自己喜欢的图 点击图片 大佬分享图片包含的关键词还有采样方法 以及对应的参数 只需要点一键复制 就可以到Stability Fusion生成同款图片啦 完美 再一个自走 解决 大佬 engineering 和